大家好,我是蓝蓝 最近我不是在控制血糖吗 所以呢,我三顿饭变成两顿饭了 然后昨天也是哈 本打算的吃两顿饭 后来孩子呢,晚上加班 下班以后说那个 妈,咱俩出去吃去吧,别做了 我说行,我就跟他出去了 吃了寒餐金枪鱼拌饭 吃了两小碗胡萝卜 两小碗那个菠菜 还吃了一大碗饭 我说今天早点还坏事了 结果一测5.7 我都没想到哈 我觉得吧,就跟这个饮食哈 调整有关系 就自打哈,我这个血糖高了以后 因为医生就说 你要么吃药,要么锻炼 控制你的嘴 少吃啊,少吃 我想少怎么少啊 那就两顿减一顿吧 至少我两顿我能吃饱了呀 这么着 我每天严格控制 蛋白质啊,摄取啊,是吧 还有碳水啊,蔬菜水果啊 那么今天啊,早上起来 你们看看我吃什么 开始做饭 好,不用看到煎一个鸡蛋 鸡蛋煎完了,我们再放点油 你看这个水平锅,他边上6楼的 你先放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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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水平锅 你看这个水平锅 他边上6楼的 他不铺 你看开着这锅 我先放点油 你先放点油 你看这个水平锅 剥了几根面条 做老豆腐那味出来了 真香 那手柄都是石木的 看没有这锅不挨艺 发现了没有 不铺锅 热个奶啊什么的 做个面条做个汤啊 都不铺锅 这叫海鲜锅 你看它这个锅边上一个漏嘴 它就不铺 它这也不漏 不会漏到边上 你看 这是我刚才煎 煎那个馅饼的时候 你看这锅啊 清洗也要特别方便 就拿这甜丝 那一罐 就把心里浆 你看刷的 就它这个类这 它就不铺锅 它这六类的 颠着也很厚重 哎呀 你说那锅去 来 看这碗 海鲜早餐 就几根面条 这不碳水少吗 蛋白质什么的都有了 香着呢 热腾腾的一碗 海鲜面条 好了 挺香的 一大碗都吃完了 还有啊 好多人呢 都找不到 这个雪冰锅的链接啊 在我的抖音橱窗里面 如果您要需要的话呢 去蓝蓝的抖音橱窗 好吧 或者呢 视频下方啊 抖音 视频下方也有链接 直播间也有 这期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